大家好,最近有朋友经常问我每个月4000块钱的退休金在全国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? 那也想问问屏幕前的各位退休的老年朋友,您的退休金是多少呢? 现在我们国家的退休人员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个多亿了,其中企业离退休人员更是很多。 全国的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有多少呢?您的养老金超过了平均水平吗?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。 其实根据人社区的数据显示,16年的时候我们企业的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是2362块钱,17年的时候上涨了5.5%左右,18年和19年又连续了两年总体上上涨了5%,到21年的时候更是实现了17年的连续上涨,现在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应该接近3330块钱了。 因此每个月4000块钱的养老金在全国来看已经是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,应该是属于中等偏上了,是可以过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。 当然了,咱们现在说的是企业退休人员。那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,他们的养老金肯定是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的。那4000块钱的养老金如果是在机关事业单位的话,那应该就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了。 每个月4000块钱的养老金水平啊,在不同的地区也有所不同。毕竟我们知道每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,物价水平也不一样。退休人员的情况当然也就不一样了。 所以养老金所属的档次自然也会不同。21年北京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4100块钱到4200块钱左右。那上海市和深圳市人均养老金也差不多是4000块钱。 所以4000块钱啊,养老金这个在一线大的城市可以达到一个平均线,那么在其他的城市显然就可以高一个档次了。 毕竟啊,一线城市的养老金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前列。 那么最后还是想问问屏幕前的您退休了吗?您的养老金是多少呢?当地又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?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,别忘了点赞和关注。